连接桃园和大台北捷运路网的桃园捷运综线 综合规划报告,获得交通部有条件通过 综线规划可以在台铁桃园站来转乘 并且连接到北捷万大县还有新卢县的回龙站 全长约有11.38公里 设置7座车站 而总经费是456亿元 预估核定后8年可以完工同车 马路上来来去去的人潮和车潮 桃园近年人口急速成长达两百三十一万人 交通部有条件通过桃园捷运综线可行性研究修正 及综合规划报告将轻轨升级为中运量捷运 建设总经费从一百九十五点五八亿元 调整到四百五十六点四九亿元 暴增两百六十点九亿亿元 若明年通过行政院核定 渴望在二零三二年通车 淘捷中线规划桃园端从绿线居07站和台铁桃园站转成 连接到新北端的北捷万大县新卢县回龙站 全长约十一点三八公里设置七座车站 分别为五座地下站两座高架站 未来从桃园搭乘捷运到新北回龙只要十八分钟 师傅表示未来中央地方经费分摊 将是行政院审议重点 希望以中央负担两百四十四亿 地方负担两百一十二亿为目标 也说到中线距北北桃捷运系统整合效益 可串联大台北与桃园地区生活圈 未来北捷桃捷票证系统整合 北北桃间可以一票到底 另外中线也可以分担台铁桃园到新装短途旅客 让台铁服务更多中长途旅客 记者张淑云桃园报导 第一转发